Hello 大家好 歡迎加入學習Java的行列 那在開始實地撰寫一個程式之前 還有一些準備的工作需要完成 那首先便是安裝JDK這個東西 那你一定會問我說為什麼要安裝JDK 然後JDK又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簡單的來講就是當你寫好一個Java程式 你想要執行它的時候 你會透過JDK裡面的一些小工具 這些小工具會幫助你 也不是幫助你 就是會把你的程式轉換成Java 它看得懂的語言 那當Java知道你要做什麼時候 它會幫你和你的電腦做一個溝通 好讓電腦能執行這個程式 所以安裝JDK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這部分是蠻複雜的 就是裡面這些小工具是如何編譯 或者是執行Java程式 那更詳細的過程 我會在進階的課程中做一個說明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來下載JDK 那要去哪邊下載JDK呢 首先就是打開你最喜歡的瀏覽器 在上面打JDK搜尋 通常它就是在第一個搜尋的順位啦 你就點它 注意到是下載Java的SE版本 這是一個標準版 那我們就選擇它 點進去之後呢 這些都可以先不用理它 重要是這邊 這邊你要點選同一它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有非常多的版本 那你就要先看你的作業系統 是什麼版本 然後再選對應的版本去做下載 那因為我是Win764委員的 所以我就點這個去下載 之後就會跳出下載視窗 儲存之後呢 因為我已經下載好了 所以 就會有這個 那就可以點開它去安裝 那因為我已經安裝過了 我們就只要照著這個 預設的安裝選項 不斷的Next Next 一直到最後 好 那在安裝完這個JDK之後呢 你可能就會迫不及待的說 欸 那我們已經裝完Java了 是不是馬上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呢 喔 這還沒喔 就是 我們還需要安裝一個 Java的編輯器 那我這邊選擇的是Eclipse這個軟體 一樣的就是搜尋Eclipse 選擇 下載 一樣也是按照你的作業系統 選擇一個適合的版本 那我已經事先下載好了齁 所以我這邊先取消 下載好會出現這樣一個壓縮檔 這一個壓縮檔 先解壓縮 之後你就會在裡面看到一個這樣 這個執行檔 點兩下就可以執行它 好那接下來就是開啟Eclipse 我開起來會跟你們不一樣 是因為我已經設定好了 你們的會跳出一個叫你設定 workspace的東西齁 所以我現在就先 你就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名字隨便打就好 名字隨便打就好 那 建立這個 workspace的原因就是 Eclipse它之後 你編輯的程式啊 或者是它路徑的設定啊 都會指向這個資料夾 所以也就是簡單來講 所以也就是簡單來講 你的程式 程式碼 程式的檔案 都會存在這個裡面齁 所以我現在就 先把我的弄成跟你們的一樣 tutorials 這名字隨便取就好 記得 不用跟我一樣 好那接下來開啟的應該就會 是你們看到的樣子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個畫面的話 就恭喜你 最主要的兩件事 第一個 安裝JDK 之後呢 安裝編輯器 也就是Eclipse 都完成了 好那準備工作 就大致告一段落 如果有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會一一的為你們解答 謝謝